代表高雄市志愿服务最高荣誉的金徽奖颁奖典礼即将在文化中心登场 社会局公布获奖人员和团队的名单 除了感谢志工伙伴无私的付出之外 也希望透过得奖人的故事宣扬志工的精神 鼓励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 总是带给小朋友无限欢笑的胖叔叔本名叫陈明香 说故事的足迹遍及大高雄之外也受邀到国外演出 虽然各界的邀约不断 但是胖叔叔觉得在医院说故事的经验最让他感动 也因为喜欢说故事在职业军人退伍后 便一头栽进志愿服务的行列 一说就说了12年 生命的每一分钟啊 如果说都能够为别人带来快乐跟帮助 那活得就很有价值啊 那么特别是说故事带给我无限的满足 然后也看到了孩子们的笑容 特别是在医院里面 他们很不舒服 但是却因为故事让他们暂时忘却病痛 今年荣获家族志工奖的李林爱玉 早期家境贫困 成长的过程中虽然辛苦 却也接受了许多人的帮助 因此长大之后也决定要回馈社会 除了自己投入志工服务之外 也带着家人一起参与 一家三代八个人秉持着 施比寿更有福的理念当志工 希望散播慈善的种子 我们这个志工 我这个志工十几年来 我感觉就是说 所做的是施比寿更有福 这个道理由我以身作者 带着我们全家 出来这个志工服务的感作 那我们觉得这样的 为社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其实是值得推广 那透过表扬的方式 让这些资深的 或是他们工作优秀的这些志工 可以受到大家的肯定 然后大家也一起来学习 然后一起来做志工 根据社会局统计 大高雄目前已经有 2142个志工团队 以及10万9千多名的志工 在环保 社福 文化 卫生 和教育等各领域 无私的付出和奉献 今年金徽奖颁奖典礼 将在文化中心登场 希望透过公开表扬 鼓励更多人 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 也感恩志工伟大 无私的付出和贡献 港独新闻综合报道